来自各大专院校的参赛者正分组在原培一式科技大学的厨房里 仔细的烹调他们的菜肴 为了让学生培养烹调实力 原培一大举办全国大专高中职杯创意厨艺竞赛 希望透过激烈的竞赛 刺激学生们快速成长 除了全国的大专院校之外 还有很多的一个高中职的学校都有来报名 办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提升我们的餐饮的技能的目的 就是它的技术技能的技术 所以我们才会办这个大型的活动 让大家来去切磋这个技艺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厨艺竞赛包含西餐跟中餐 以肌肉料理为主 学生需要发挥巧思与创意 更重要的是要有健康的概念 所以低热量低脂肪的料理才是符合评审的要求 就是以创意 有低热量的食物 比如蔬菜类这些食物 还有鸡腿 这两道各一道菜 来呈现这个比赛的最主要的项目 两个小时的比赛竞争激烈 共有包括圆培一大等16所学校 36组人马参与 经过激烈的角逐 中华大学跟圆培一大都有学生获奖 不光是比赛成功 更把奖项留在圆培 可说是皆大欢喜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